主席昨天有透露内参民调 能进一步提供更详细的数字吗 有立委解读是要逼科当副手 民进党一定是这样去解读的嘛 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 我们参考最大的价值 就是当在野团结的时候 不论是侯市长 不论是科市长 都能够赢过赖金德 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不是我这样做的结果 你看媒体做的 也是同样的参考结果 所以最重要的 我们是要团结大家的力量 没有任何民进党讲的这样的阴谋 那目前南百合有最新的进度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一个 我们在重要的政策议题上面 大家一定是相互合作的 包括这次追查这些 所谓的坏蛋或混蛋 或者是造成全民食安议题的话 我相信我们跟民众党都是一样的 只有民进党是躲起来的 那另外的 我们在立法院的党团之间的合作 我相信接下来下个会期 大家可以看到更进一步的 大家希望能够一起合作 来发挥最大的监督的力量 那另外呢 在立委选区的协调上面 其实也差不多都到了一个段落 那我们继续努力 我相信在大家堆叠这样子的一个 团结的气氛 最后就是一个大局的问题 那大局就是大家知道 如果今天分裂就是成就了民进党 成就赖清德 那这是民众所期待的吗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最后阶段 一定要以大局为重 主席想问一下 之前有说跟柯主席有联系 那因为今天总招有说蓝白盒 在招委学局有可能 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那想问一下主席 跟柯主席喝咖啡了吗 其实我们跟 我跟柯主席是旧事 那我们一定都是保持联系 有这样子的一个共同的目标 都是希望台湾能够更好 一些重要的政策 重要的议题 或者是将来政府的改革 两岸的和平上面都会有共识 有媒体报导 不管是党中 还是侯正营财务 都有拉警报的状况 国民党自从被民进党清算以后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根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源 但是我们都是这样子秉持 我们这样子的意志力跟决心 在打每一场的选战 大家可以看到去年也是如此 今年也一定是如此 但是我很感动的 就像这一次侯友宜去美国访问 我们没有任何的行政资源 我们没有任何的经济的资源 但是我们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我们这些少数的志工 加上我们最伟大的 我们桥界的力量 才能够让侯市长这次的访问 非常的顺利成功 你可以想想看说 可以最快的速度 我们可以短短几天 我们有这么多的智库学者参加 这么多的国会议员 来跟侯友宜见面 这些都是表示 国民党团结的力量有多大 那个有传出说 国民党团有可能在 魏环委员会 离浪民众党的吴欣盈 想问一下总召 有这个部分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这有可能 因为我们还在 跟民众党党团协商 我一直跟邱晨远总召 都有联络 就是看看教育委员会 跟魏环委员会 怎么去合作 那有初步的共识 那可能会达成共识 那这也是蓝白和好的开始 基本上就是从党团的合作开始 从25号有关赵委的选举 到后续朝野的攻防 或者是草案的法案的提出 等等联署 我们都可以做更好的合作 我倒想问因为维州哥昨天有说 就是蓝白和除了招委选举 可能包含像侯市长提出的一些证件 像巴士亮表的废除 可能他希望那个民众党团 这边也必须要支持 那这个部分有跟邱总召有谈好了吗 其实证件的部分 跟大方向都非常的相似 尤其是巴士亮表的部分 或者有一些证件 尤其是像经济的议题改善低薪 基本上没有特别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大方向是一致 那我要特别提到 为什么蓝白和会水到渠成 因为大方向一致 驱动蓝白和的最重要力量是什么 是超过六成五的民众认为要下架民进党 所以他这股力量是个民意为基础 驱动蓝白和 我个人认为早晚会水到渠成 老大另外想问一下 因为上一次临时那个民众 民进党派出柯总召跟邱太元委员去找吴欣英委员 那这次有想办法去防灾 民进党团然又突然从中干涉吗 这个事情我们会防患 所以我们起步非常早 起步非常早 一个月前我们就开始谈了啦 所以应该会有共识 我想立法院现在是第八会期 是预算会期 那除了相关的预算 中央政府总预算需要来严格审查之外 有非常多的民生法案也是大家所关注的 不管说是最低工资法交通安全基本法 甚至是这个所谓的房屋税条例囤房税的部分 这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那民众党团在每个会期的招委选举 当然各党都会来争取有合作的一个机会 那民众党团不管说过去七个会期 在不同的委员会跟不同的招委选举 我们也都会针对在保有台湾民众党的主体性 跟我们坚持的理念价值的一个前提之下 来保持跟各党开放的态度跟合作的一个机会 我想这个部分都是我们一贯的态度 政策委员提到说你们已经谈了一个一派 那是委员你们这边找他还是他来找你这样 这个合作 我想我身为台湾民众党党团的总召 我跟各个政党的党边跟总召都保持密切的沟通管道 那至于说不管说是在议题上的讨论跟相关国会议事 工房的一个沟通 这个部分我们都是持续都有进行中 那我想针对召委选举的部分 我们也要经过这个礼拜的党团会议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那最后才会来得出结论 那对于各党的一个发言我们都尊重 那我们也都保持开放的态度 现在有人在讲说 立愿会不会成为一个蓝白盒的一个典范或基金 进而延伸到这个局势这样 我想对于民进党这七年多的执政 将近八年的执政 可以看到很多的政策是让人失望的 那不管说是近期超市 这个鸡蛋的一个争议 那衍生出来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有没有图例特定厂商 第二个 农业部跟行政院对于整个产销失衡 调节的问题 造成五千多万颗鸡蛋的浪费 第三个 衍生后续的食安问题 甚至造成消费者新兴的一个低落 还有不管说是绿能云豹的这个 疑似黑金的利益结构的一个案件 还有近期南部的一个登革乐 甚至之前的高端疫苗 其实非常多错误的政策 让人民都非常的愤怒 还有前瞻预算的这种大傻壁式的一个方式 所以对于执政党的监督 当然我想在野党会有非常多相同的主张 跟共同的一个目标 我想这个部分身为一个负责的在野党 在国会中对于执政党的监督这个方向是一致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想对于这个国会 因为我们这边是立法院 对于国会之间我们相关的议题 本来都有保有竞争跟合作的一个空间 至于选举的部分 我想这个是党中央跟竞选办公室这边的层次 可能就也不是以国会这边为主 你知道这边的方向是谁 它是什么位于执政党的 请不给刘下来 有点蓬梦